大家好,今天做视频谈轻信 因为为什么亚洲杯结束了世界杯一选赛马上开始了 主教练的话题也谈过了 现在主要是根据一篇文章 就是今日头条,昨天我的朋友发给我的 生计海的未来海选正在如火如驼的进行 这些视频是在今日头条看见更大的世界 英语是FAMJIL 前天23点52分关注什么反正 谈这个问题的,报道新闻这个不是主要问题 主要是谈那个清晰的一些选择 我在世界杯的时间谈过 也在亚洲杯的预选赛 世界杯的20强,12强,40强到12强都谈过这个问题 因为,对不起啊 我们通过比赛实际上要看到足球的本质 我们的差距我们不去批评,没有意思 羞辱也没有意思,对吧 你羞辱还这样,你批评还这样 我们就谈一些技术细节问题 就是这个清训啊 我在反复的看到那个生计海的清训 就是他一些教孩子 他很认真的 因为作为中国球员里面最杰出的一个 他在英超踢了12、13个赛季嘛,对吧 而且在那个踢的相当成功的 那么他回来以后呢 他协助过希丁克带国奥队 那么然后呢,不太成功 这个因为他是助理教理嘛 那么然后呢,他到新疆去了 然后我们就注意到 这几年啊 我们发现孙细海很可惜为他关系了 就是说 他这个人就是把他放到清训 就新疆第一线清训是不是合理 咱们可以探讨 我的观点不这样认为的 我认为我是反对他这样做的 因为他的能力远远超于这种 小孩子七岁八岁十岁或者是 或者还要叫他去选拔 这个是很为难他的 他所有的时间和他的能力 没有画在一个对口的地方 也就是说 这篇文章说了 他在大连选拔 就是我刚才新闻头条读了 他选拔将近有一千个孩子报名 他认为只有一千个 最后选下来只有八个稍微入探眼 也演气 对吧 就是说这些问题 就是说很现实的问题 我认为我不想表扬自己 不幸被我诱严重 怎么了 孙继海不是教孩子的 这一点主席要有一个清洗的认定 或者是一个界定 或者一个决断 孙继海的能力 他是远远超于我们普通国族的求运 他应该做教练 但是他不是带清训 甚至带青少年儿童 不是这样的 他是去纠正这些青少年教练的 这个要搞清楚 所以我在看了其他一些清训的视频 我大多数都是否定太多 当然有几位是有的 大多数是不行的 然后什么亚洲联 C级教书 什么什么 都是在虚荣得色 包括有一些球员 最基本功的传球 都是没有学好 这是很糟糕 这是误能子弟 那么也发生一些交流上的时候 对了呀 对吧 我不在乎的 你骂你骂的 所以这个足球不是落后 是倒退 对吧 那么我们认为现在是这样 从这个足球的逻辑来说 就是亚洲被递发18名了 对吧 足球都受调查了 整个班子瘫痪了 是不是大家可以认为一下 这个轻薰没有被污染吗 现在事实证明 生计还不能选到这个合理的球员 就说明轻薰的质量是一塌糊涂的 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逻辑性 我们不是去批评砸你饭碗 你不需要学习 你作为主教练也好 轻薰教练也好 你必须要学习 现在生计还是 这个就是使用不当 我们认为 对不对 他亲自去选 应该他选出来的 他下面的教练 选出一些球员以后 他们进行日常训练 生计还需观察训练 观察训练以后写出 有一些东西助理 写出一封报告 他哪里需要纠正的 我举个例子 一个传球什么要弧线球了 你怎么弧线球啊 你几乎接近脚跟了 你用弧线上 还是劳德内德 这根本不值得一谈了 世界上只有劳德内德会踢球吗 对吧 第二个问题 我在看停躺球 往往是停球禁止 前缀动作都没有 小孩这个时候 一定要加强基本功训练 还有就是抬头的观察 好多球员在带人 带球获人做示范 你这很好 你一定要告诉孩子 抬头观察 生计还有啊 生计还有这个情绪里面也有 所以这个问题啊 好像中国足球 现在这种环境来看 情况不妙 你不要说十年了 你二十年都追不上 因为我们已经讲过了 亚洲杯也总结了 世界杯预选赛也总结了 上一次的世界杯就是淘汰了 我们也总结了 然后呢 每次比赛我们都进行总结 现在看来问题出了很大 现在整个体系已经不成体系了 说实话 我的一些建议 谈的一些个人看法 所以清训的问题是决定 你将来球员能力的一体 你像生计才这个 讲到这个报道 不是生计才讲的 就是说他这个是年龄段是13岁 我们都是职业球员经历过 13岁我进上海四少体校 这个时候已经有 基本功已经完成了 这个时间段是什么 就16到18 13到16 在16到18 你已经就在13到16的时候 你已经要巩固你的 这个技术 在一些身体时候 灵敏性啊 或者灵敏度啊 速率啊 转身啊 爆发力啊 这上面加强一些 然后对球性的掌握 再巩固一下 你基本上已经成形了 你13岁就选到8个 这个是 而且是很勉强的 看这个报道 是报道上说的 所以这个问题 你能担忧啊 如果生计还在这个选拔上面 不能达到他的预期的目的 他今后很难完成 足球要稍微提升啊 或者是翻身就不可能了 你能提升就不错了 所以这个问题啊 足球的专业人员 要出来 要纠正啊 要帮助生计还 我再三强调 生计还不是带清训的 生计还是带清训教练的 用生计还来纠正清训教练的过程 我看了视频我就讲了 一个抬头不行 一个传球不行 一个停躺球不行 对不对 这三点就是最基本功的孩子 我们的教练有问题 那么你们拿到什么证书 我不去干涉 你们通过什么渠道 你们考试 这个无所谓 我们看实践 一定要理论联系实践 对不对 这个实践以后 我看了以后 我很担忧啊 第一 我讲了 船接球没有前后队动作 这种保护动作都没有的 对吧 停躺球对墙踢球 还局限于那个脚攻推球 这个已经out 你13岁以后 你都是正脚背 连续 技强反弹 都踢活球啊 你用那个脚攻传球 这是最基本 大家都会 而且最容易的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呢 其他青少年教练呢 我再建议一下 就是说 能够踢上中甲 中超 你才有资格去 培训青少年教练 说实话 否则的话 你就会一塌糊弄 什么体育老师啊 什么这个通过关系啊 领导师 什么亲戚师领导啊 那你就完蛋了 所以升级海 要组织一个团队 观察 这个各个省市都要建立 这种升级海 类似这种团队 他不是去轻训 他是观察轻训 他是纠正轻训教练的 培训当中的问题 或者是差错 你看 带球 头钉 钉着下面 对不对 船接球 没有正脚背 都是 都是不同的部位 这些都是很可怕的 船接球有时候好唱 船球出去以后 正脚背也好 脚腕都松掉了 所以这些问题 都是类似的 这些东西你没把握好 就是所以 国家的在 40强到20强 就是2021年的时候 发生什么 远色打门很好看 你近看了 脚共推的 两个球都是这样 所以我就不说了 我都解释里面都有的 你正脚背 这个灵力抽射 你没有啊 这个都是轻训 积累起来的问题 所以我们轻训有问题 所以轻训教练 现在开始应该 抓紧时间 自己要提起精神 你要好好学习啊 13岁球员 如果不会使用正脚背 就是我们 我们 我们悉尼华人 都有这种情况 他很会跳 什么什么 踩云过人啊 我都不会 我都不会 说实话 他啪气翻过去了 结果我叫他打门 他正脚背都不会使用 到现在 已经19岁了 天天在学习 很努力 很谦虚啊 但是不得要领 所以这个问题啊 现在轻训教练 我举这个例子 不是说所有的轻训教练 是这样 但是有部分轻训教练 这是你 这是就是说 生计还可能选不到 这些球员的 苗子的问题 关键问题啊 因为基础没有打好 所以这个问题啊 这个大家引起注意 这个我就谈一些 这个看法 那么大家可以 提出不同的看法 现在不同的看法 就是很难有理性的交流 吵架 吵架 骂人 没有关系 你能有骂人的资格 我相信你也有这种能力 但是从你这个传球的 传球的这个脚 脚的部位来说啊 或者是你低头就带球的话 我看可能拦截了什么 都是落后 这不是对你们的一种羞辱 而且是对足球的真谛的一种尊重 任何足球人 在足球范畴里面 我们必须尊重 技术的真谛 你不要尊重我可以 你们去尊重谁都可以 没关系 你但是你必须尊重足球真谛 技术的真谛 这个是未来足球 必须要经历的 你回避 你只是拖延自己的成功 你不会成功 而且 你回避就不会成功 这个是规律 这也是一个逻辑 结束了